接下来呢我想跟各位朋友一块聊一聊美容护肤的故事 说到美容护肤呢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琳琅满目的这种美容化妆品的这些国际大牌 那么就在想呢 中国古代有没有美容护肤呢 我们的这些老祖宗 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他们没有这种现代的这种化工的技术 没有精细化学的这些技术 他们怎么去做美容护肤品呢 实际上呢 中医的美容护肤 它也伴随着中医学的发展 而不断地去发展起来的 那么最早呢 在甲骨文当中呢 就有一些这个皮肤问题的记载 那么在这个《山海经》当中呢 也有一些比如说用这个 用一些花的这个花瓣的这个花枝 然后去把它挤出来 然后涂在皮肤上可以治疗皮肤问题的这样的一些记载 那么逐步逐步呢 又演化成各种各样的美容护肤的一些配方 我们可以把中医美容学呢 可以一直追溯到远古时代 那么到了中国的这个金元时期呢 随着这种唐宋文化的这种大发展 中医的这个美容学 它也是在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发展的 那么到了唐朝的时候呢 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比较兴盛 比较鼎盛的时代 那个时候的这个女人呢 她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护肤品 比如说呢 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们已经知道 他们有专门的洗头发的这种产品 有专门的洗这个身体的这种产品 而且呢 那个时候呢 还可以去安装这种一眼 也就是可以安装这种 这个假的这个眼睛 然后这样去遮盖 她的这个眼部的这些问题等等 可见这个在唐朝的时候呢 中医的这个美容学 它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 唐朝的时候 因为中国的国力增强 有周边的很多的国家 很多的民族 都到这个中原地区来 他们来去这个进行文化呀 经济呀 各个方面的这种交流 他们来的时候呢 也把他们本土的一些草药的方子 草药的一些这个香料啊 和草药 他们也都带到了中原地区 这时候呢 就非常大的丰富了 中医的这个草药学的这个内容 那么这样子呢 他们把这些香料 把草药带来之后呢 也同样的丰富了 中医美容学的这个范畴 所以呢 到了宋代的时候呢 它又是延续了 唐代的这种文化大发展 大融合的这种状态 而且呢 我们都知道 宋代啊 是中国的国力非常弱的一个年代 但是那个时候呢 中国的文化 中医学是一个非常大发展 到了一个鼎盛的阶段 那个时候呢 有很多的这个美容的这个护肤的专注出现 而且呢 有很多美容护肤的这些方济出现 这些方子呢 到现在依然还在广泛的应用 那么现在呢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金章宗的一个故事 金章宗呢 是当时呢 这个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皇帝 不光这个文章写得好 不光是这个文字 这个书法写得好 他呢 风流倜傥 他非常的喜欢这个中医美容学 他自己调配了非常多的这种 美白美容的这些秘方 在他的朝廷当中给大家去应用 最著名最著名的呢 就是我们现在到现在依然去应用的 叫做八百散 八百散这个东西呢 它被记载在《必用全书》这本书当中 八百散呢 它是又叫做金国宫女八百散 它是金章宗调配出来 给她的宫女用来洗脸 让皮肤变得又细又白的一个洗脸方 这个八百散呢 它含有八种白色的中药 把它打成细粉 然后用的时候呢 把这个八种中药调成的这个细粉 用它来洗脸 可以起到一个让皮肤美白 让皮肤细致 让皮肤有光泽 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八百散当中的这八种白色的药物呢 可以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类 比如说八百散当中含有一些具有芳香类的精油的这样的这种药物 它可以起到一个这个就是醒肤的作用 可以唤醒你的肌肤 而且呢 可以增加皮肤的这种这个微循环 可以让皮肤呢 变得更光泽 可以让更多的营养物质到达皮肤 那么八百散当中的第二类的这个组粉呢 就是一些活血类的药物 它可以疏通经络 可以帮助皮肤的这些经络通畅 那么我们之前提过哈 我们的经络连着皮部 皮部的外面就是皮肤 所以呢 用这样的这些活血的疏通经络的药物 它可以帮助改善皮肤的循环 同时呢 还有一些养血的药物在里面 那么我们说呢 人体的这种健康呢 有赖于血的这种滋润 血的乳氧 那么当你的血充盛的时候呢 你的皮肤就会好 当你的血少的时候 你的皮肤就会干枯 就没有血色 所以呢八百散当中呢 它又有一些养血的成分在里面 到现在八百散依然在广泛的应用 不光中国的很多美容护肤的这些企业 把八百散做成了他们的美容方 做成了他们的这个护肤的产品 那么在韩国 在日本 有一些化妆品品牌 他们也是以八百散为底子 调配了他们自己独特的这种美白的放进 金章宗呢 他不仅仅发明了八百散 还有一种叫做金竹绿云油 这个金章宗啊 他非常的喜欢美女 宫廷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美女 他呢 让这些人呢 去用八百散来洗脸 同时呢 他用这种绿云油 就是这种植物提取出来的这种草药的这个药油 来去梳头 起到一个乌黑亮泽头发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看到哈 在宋代的时候呢 一个皇帝 他这个在日理万机理朝政的同时呢 他给自己的宫女调配洗脸方 给自己的宫女去调配这种 这个润泽头发 帮助头发乌黑亮丽生长的这种草药油 可见当时的这种美容的这种 中医美容的这种风气是盛行 非常盛行的 不光是宋代 宋代呢 是我们中医美容学 中医的化妆品学的一个 发展到很大的一个 就是发展的非常好的一个朝代 那么在中国的这个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呢 有这样的这种 有权势的这种女性 她们同时呢 也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容貌 她们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美容的秘方 那么比如说 刚才说到的是宋代 在宋代之前就是唐朝 唐代的时候呢 武则天这个女皇帝 她呢把这个义母草这个药物呢 给她提炼 调配成一个洗脸的方子 记载在这本书当中 然后呢流传到了后世 武则天她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一个女人 同时她的皮肤非常好 她非常注重自己的容貌 她怎么样让自己这个容貌保持青春永住呢 她是用了一种草药 这种草药我们把它叫做逆母草 逆母草呢又叫做昆草 是我们中医生非常常用的治疗腹科疾病的一个草药 这样的药物呢 它有一个活血通经络沥水这样的一个作用 现代研究呢 义母草它还有含有很多的生物件 它可以起到一个抵抗自由基 然后可以起到一个改善皮肤微循环的这么一个作用 武则天她非常的聪明 义母草当中 它的这些活性成分 是一些挥发油的这些成分 那么武则天她是怎么样把这个义母草当中的 这个有效成分给她提炼出来 让她不挥发出去 然后能够提炼出来 用在她的护肤品当中呢 那么非常有意思 书上呢详细地记载了武则天她调配的这种方法 她要采用这个五月五日的这个新鲜的义母草 不能粘灰来表示她这个草药的 她这个草呢非常的高贵 把这个草采回来之后呢 要把它打碎 打碎之后呢 要用面团把它裹起来 把这个草药的药粉给它裹起来 这样呢 然后把这个用面裹好的这个草药呢 给它放在这个炉子里面去加热 这个草药当中的 它被打碎了之后 它的有效成分更容易被吸出 是吧 那么被吸出之后呢 它就一加热以后 它就会挥发出来 挥发油一受热出来之后呢 就会被这个面所吸收 被面所吸收之后呢 它把这个烤过的这个面团呢 拿回来之后再盐成细粉 这个时候这个面里面已经充满了 这个义母草的这种挥发油 把它盐成细粉 调配在它的吸脸方当中 这样呢 义母草当中的这种有效的活性成分呢 就很好地被保留下来了 当然呢 它又用了非常复杂的这种方法 显示它这种王权的这种高贵 这种草药炼制的不容易 天后炼义母草则面方呢 到现在呢 也还在临床上应用 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义母草当中的活性成分 提取出来加在一些外用的药物当中 起到一个改善循环抗氧化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个呢 也是流传到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厨房 在中国历史上呢 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王权女性 慈禧太后 说到慈禧太后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 她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一个女性 她非常的害怕自己会衰老 所以呢 她想进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保养身体的这种方法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慈禧太后她自己发明了茯苓加饼 她把新鲜的茯苓剁碎了以后呢 把它做成这个小吃 然后起到一个健脾胃 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都知道慈禧太后呢 她会她有经常会用一个浴石做的一个小的一个按摩器 一个小浴石棒去按摩面部的皮肤 她认为呢 这个浴石上面掉下来的这个浴屑呢 可以起到一个滋润 就是可以起到一个光滑肌肤的作用 那么浴石呢 本身它又是清凉的 它是凉的 它去按摩皮肤的时候呢 起到一个镇静肌肤的作用 而同时呢 慈禧太后呢 她也擅长采用这种草药的办法去护肤 比如说呢 在这个史书上记载哈 慈禧太后呢 她调配一种叫做金银花露 这样的一种香水类的这么一个成分 那么在她洗完澡之后呢 她会让宫女和太监呢 把这个金银花露涂变她的全身 涂变全身之后呢 给她做按摩 这样呢 金银花露当中的这个有效成分呢 就会被她的全身吸收 起到一个滋润肌肤的作用 那么我们知道 金银花当中含有很多的有效成分 它可以起到抗氧化 可以起到抑菌 可以起到一个滋润肌肤的作用 金银花当中的这个绿原酸 是我们现代研究的一个重点 有人认为绿原酸 它可以抗氧化 可以抗肿瘤 可以抗炎症等等等等 有很多的功效 而早在清代慈禧太后 她已经知道用金银花露 起到一个护肤 让自己保持年轻状态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到了现在呢 这个随着这种精细化工的发展 随着这种这个中医学的不断发展 中医学它和精细化工 和这种现代的化妆品学呢 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那么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护肤品层出不穷 那么在这个前几天呢 我就是在百度上面 检索了一下草本植物 化妆品这样的几个关键词 结果呢 一下子出来了六十多万条的这个信息 可见呢 现在用以草本植物来这个美容护肤呢 那么已经成为了一种风尚 那么我们自己呢 在这个实践中医学的同时呢 我们也在尝试着去采用草本植物的方法呢 去这个来美容护肤 在中医学当中呢 有一种说法叫做内治法及外治法 也就是说呢 你内服药物的理法方药 它也同时是你外治法的这种理法方药 我们人体呢 就是一面镜子 我们外在的这种皮肤的状态 它是反映了人体内在的气血的这种变化 反映了内在的各种问题 所以呢 我们既可以把这个草药内服 通过内服调理的这个这种作用 然后来去治疗皮肤的问题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内服的方剂呢 这个把它做成外用的药物 或者是我们把它做成外用的护肤品 通过皮肤吸收到我们人体当中 起到一个护肤 起到一个让人体健康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秉持着这样的这种思路方法呢 我们也在尝试着把一些内服的方剂把它用在外用的护肤品当中 那么比如说刚才我给大家介绍到的四菌子汤 它其中有人参 白竹 茯苓 干草 它可以给我们人体补充更多的能量 那么四菌子汤它是一个口服的方剂 我们把它外用做成四菌子的护肤品 它可以起到一个给皮肤补充能量的作用 长期应用 我们知道皮肤它是一个药物的储存库 它也可以起到一个调理全身的作用 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勺药干草汤 它是补充人体阴血的 补充人体这种必须物质的这么一个处方 那么这是一个内服的方剂可以缓急止痛 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把它调配成护肤品 外用来补充我们皮肤的精液的不足 补充我们皮肤的这种精液 血虚的这样的这种现象 改善我们皮肤的肤色 那么把这样的这种处方呢 按照内服药物的排兵布阵的方法 把它应用在外用的护肤品上 那么这个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创具 是我们中医药文化的一种创新 它不同于这个现代的或者是欧美的 这样的这些化妆品企业 他们研发出来的这种植物的草本植物的这种护肤品 那么现代的欧美的这些植物的护肤品 他们更多的强调的是单方单药 强调的某一个药物当中的某一个成分 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而用这种中医理论的指导下 用中医的方法去调配原汁原味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这样的这种护肤品 那么我想呢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也很希望呢 把这种尝试不断践行下去 这个分享给大家 那么在这种理念下呢 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呢 也制作了叫做送风急萃这样的这个品牌 送呢它就是秉持着这种宋朝的这种文化极大发展 而且是在美容护肤品的领域是大融合大发展 不同的民族的这种文化 这个医学的经验都融合在了中原地区 这样的这么一个一个时代 所以呢用了送这样的这个理念 那么它的这个处方就来源于 我们中国古代的这种 理发方药指导下的这种中医的这种配方 我们把这种内服的方剂 做成了外用的护肤品 然后让它起到一个补血 补气给皮肤增加更多的营养 给皮肤更多的能量 这样的一个作用 说到这个中医的美容护肤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些 中国古代的这种护肤品 以及我们现代呢 把这个护肤 把这个内服药物的这种理念呢 把它运用在了外在的护肤品的调配当中 实际上推拿按摩呢 也是我们中医很有效的办法之一 那么外在的这个皮肤呢 也可以通过按摩的方法呢 可以改善皮肤的这种弹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我们的皮肤呢 会越来越暗沉 光子会越来越少 皮肤会出现松弛下垂 这样的这种现象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也可以采用按摩的方法 非常简单 我在这儿呢 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我这个方法呢 其实跟在很多的地方呢 给大家都介绍过 大家觉得非常的有效 很简单 我们一天需要三次 一次需要三分钟 一共是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呢 我们要去拍这个皮肤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双手的手掌搓热 当你去按摩的时候 你的手掌一定是温热的 一定是温暖的 一定是滋润的 如果手部皮肤干燥的朋友呢 可以在手上先涂上护肤霜 然后再把双手搓热 然后用整个的手掌去拍皮肤 这个时候呢 可以起到一个醒肤的作用 很多的朋友说 哎呀 我的皮肤非常娇嫩 不能拍啊 我得轻轻轻轻的 这样是起不到作用的 你要想改善皮肤的循环 你适当的要用一定的力度 而且拍的时候呢 要整个手掌都接触到 你的面部皮肤上 这样呢 让它有更大的这种 就是接触面积 我们拍这个皮肤 是我们的第一步 第二步 我们要去弹这个皮肤 怎么叫弹皮肤呢 我们要用 食指 中指 和无名指 三个手指 去弹拨我们的这个皮肤 这样的这个动作呢 它更多的适合 我们眼周的这种 非常娇嫩的 非常薄的这种皮肤 它可以起到一个 增加皮肤弹性的作用 那么这是第二分钟 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叫做 要去干洗脸 干洗脸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哈 要去自下而上 自内而外的 把这个皮肤 从下往上 去起到一个按摩 就是像洗脸一样的 这么一个动作 为什么不能自上而下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 有这个重力的作用 我们的皮肤会松弛下水 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呢 要自下而上 自内而外的这种方法 去往上去前拉皮肤 通过这种 开 弹 还有搓 这样的这种三步 我们呢 每次呢 先拍一分钟 弹一分钟 然后干洗脸一分钟 每天呢 可以做三次 那么在早晨 你洗完脸 涂上保湿水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 这样的三分钟的方法 那么到了中午 吃完饭以后呢 你可以休息一下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再去做这三分钟 到了晚上睡觉之前呢 我们清洁完面部 涂上护肤霜之后 我们可以再采用 这样的三分钟治疗方法 我们每天三次 每次三分钟 每次三个动作 这样呢 可以起到一个 有效的改善皮肤循环 防止皮肤松弛下垂 让皮肤变得更润泽 更有光泽的 这么一个作用 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是 有一次 我在一个文化中心 给大家去介绍 这个方法的时候 当我回到中国 然后呢 那个有一个朋友 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说哎呀 宋医生 我用你的这个 三分钟的这个按摩法 治好了我很多年的这个失眠 这让我很惊讶 哎 我说你怎么会 这个按摩面部的皮肤 去治疗失眠呢 他说不是 我把你的这三分钟 按摩方法呀 我用在了头皮上 他用在了头皮上 因为这个人呢 他睡眠不好 他呢就把这个三分钟的方法 每次呢先去拍这个头皮 然后呢去弹拨这个头皮 然后去梳理这个头皮 他说我用这样的方法呢 去按摩我的头皮 哎 发现慢慢的 我本 他说我本来是想用这样的方法 去改变 就是让我的头发变得更好 结果发现呢 我这么多年的失眠改善了 这就是中医的魅力 中医呢 他不仅仅是说 哎 我这个方法 这一个药 这一种 这一个穴位 就是治疗某一种疾病的 它是一种方法 是一种理念 通过疏通经络 我们不仅可以改善 面部的皮肤 同时我们可以改善 头部的皮肤的这种气血 那么改善了头部的这种循环 自然而然 人就会镇静下来 它可以达到一个阴阳调和的作用 这样他的晚上的睡眠也可以改善 其实睡眠改善了 人体的这个身体各项的机能 都会在不断地改善 那么人的气色也会好 他的脾胃也会更加坚韵 他的营养物质更容易被吸收 代谢物质 废物更容易被排除体外 那么他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好 那么这就是在医院里面 很多的这个中国的朋友 他愿意采用中医药的这种方法 来去治疗 它可以起到一个调理全身的作用 那么我想呢 这种中医的方法 他如果要是我们把它不断地发扬光大 它一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实运用中医的方法呢 这个保护皮肤的健康 美容护肤呢 他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小方法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冬天皮肤搔痒怎么办 那么在干燥的季节 在寒冷的季节呢 很多人特别是中老年人 他会出现这种皮肤 说不出来的这种 针刺一样的这种搔痒 这种搔痒呢 他有的时候是在这个 比如说当我们脱衣服的时候 或者到夜间的时候呢 他会发作非常明显 甚至有些人呢 他会影响他的睡眠 我们在这个门诊上可以看到 有些老人他把自己身上的皮肤都抓烂了 他就说我痒的简直就痛不欲生 那么这样的这种干燥搔痒 实际上呢 它是和我们的这个皮肤屏障被破坏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皮肤的外面呢 有一层保护膜 我们把它叫做皮脂膜 这层保护膜呢 它非常脆弱 当我们用热水烫洗 当我们用碱性的这个肥皂啊香皂啊 或者一些碱性的这个洗浴产品的时候呢 它就非常容易把这个保护膜给破坏掉 我们叫做这个皮脂膜不连去 这个时候呢 皮肤最表面的这个保护膜被破坏之后 皮肤里面的这个水分 它就更容易的流失掉 特别是老年人 出汗减少 出油减少 到了秋冬季节 干燥季节的时候呢 出汗出油更少 那么它这个保护膜又被破坏掉了 所以呢 这个皮肤它就去进一步的缺水 缺少能量 这个时候就会 皮肤呢 就会向我们人体发出信号 就告诉哎呀 骚痒 我这个皮肤缺少营养 缺少能量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么在这种时候呢 我们可以采用这个 中医中药的这种护肤的方法 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个 比较简单的办法 我们可以自己去调配这个紫草润副霜 紫草润副霜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去草药店 买一点 有一种中草药 叫做紫草 它是一种这个草药的根 这个紫草呢 它是有这种紫红的这种颜色 它这种紫草的有效成分是溶于油的 所以呢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把可以买30克的紫草 买回来以后呢 我们家里的这个炒菜的锅 不锈钢的锅 也可以给它刷干净 把这个买回来的这个草药 紫草呢 要放在锅里面 然后倒上香油 或者是色拉油 然后用最小的火去给它熬制 这个油加热以后呢 它更容易把紫草当中的 有效成分吸收到这个油里面 用最小火的 最小的这个火 慢慢地去熬制 差不多到这个紫草的这个 这个草药啊 到这种胶枯的这个状态 哎 好了 这个时候它的有效成分 基本上也就都到油里面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油的颜色 变成了这种紫红色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静置 把这个药油放在这个地方 让它自己慢慢地冷却 这时候它的有效成分 进一步地吸出 到了平常温度之后 室温之后呢 我们去过滤 把里面的渣子 药渣子把它去掉 就留这个含有紫草成分的 这个药油在这里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拿来 我们平时擦手用的护手霜 我们把护手霜挤到容器当中 然后慢慢地把这个紫草油 和这个护手霜调和在一起 一般来讲 50克的护手霜 差不多兑上10毫升左右的 这个中药的紫草油就可以了 调上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护手霜 它变成了非常美丽的粉红色 这种紫草油调配的这种护手霜 它有很好的滋润肌肤的作用 我们把这个紫草护手霜呢 可以当作护肤霜 涂在全身的皮肤上 特别是容易干燥的小腿 腰部 臀部 以及这个四肢的这个外侧 这个时候每天要去 这个涂抹它 这个时候慢慢慢慢 你就会发现 你的皮肤没有那么痒 为什么会是这样 首先呢 我们说到护手霜当中 它含有比较丰富的 这种保湿的成分 它可以修复 我们这个被破坏的这个皮脂膜 而中药的这个紫草油当中 它含有了紫草的有效成分 这个有效成分 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抗炎症的作用 我们说到搔痒 或者反复搔抓的时候 皮肤机体内 它是产生了炎症的 当皮肤的皮脂膜被破坏的时候 它外界的物质 过敏的物质 更容易进到人体内 更容易刺激到皮肤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用紫草油去抗炎症 把这种抗炎症的紫草油 同时油 紫草油当中的这种油分 也可以进一步的滋润肌肤 把这种抗炎症的紫草油 和护手霜调在一起的话 我们每天外涂 可以起到一个润肤止氧的作用 它比单纯应用护肤霜疗效要好 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这个冬季皮肤干燥的一个护肤的方法 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 天气炎热 这个还有一些地区呢 它这个气候潮湿 这个时候呢 我们身上非常容易起这种 这种小红疹子 脚上容易出现这种小水泡 脚上出现小水泡呢 往往是湿疹皮炎或者是脚气出现了 那么身上呢 我们经常把这样的这种小疹子呢 叫做夏季皮炎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湿疹皮炎 出现夏季皮炎 出现这个脚选呢 出现脚气的这种现象呢 那么这个和夏天的天气 闷热潮湿 皮肤表面的这些菌群失调 是有关系的 那么怎么样采用中药的方法 去改善这样的这种现象呢 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呢 有一种有一个治疗禁银疮 也就是说湿疹的一个办法 就是叫做用黄莲粉来去治疗 我们呢不用黄莲粉的话 可以去药店去把这个中药黄莲买来 买来以后呢把它煮成水 用这样的这个水呢 去清洗皮肤 可以起到一个收敛 这个去湿 治疗湿疹炎和足选 这样的一个功效 那么如果我们要是觉得黄莲 买起来不方便的话 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 黄莲当中的主要成分 现在这个大家已经很明确 叫做小薄茧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黄莲素 你也可以把这个黄莲素 我们用来治疗拉肚子的这种黄莲素 拿过来把它盐成细粉 把它盐成细粉 用热水冲开 记住冷水是冲不开黄莲素的 用热水冲开 然后再把它放凉 用这样的凉的这个黄莲素的溶液 来去清洁皮肤 或者是湿敷我们的皮肤 可以起到抑举 抗举 收敛 治疗这种这个湿疹炎和足选的 这样的这种功效 一般我们怎么用呢 差不多是半盆水 两千毫升左右 里面兑上四片黄莲素就可以了 那么黄莲素呢 本身它有非常黄的这个颜色 我们如果就是买来的这个黄莲 去水煮的话 也会出现这种非常黄的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容易沾染皮肤 容易污染阴物的 我们用的时候呢 要注意这个防止它 过多的去沾染到我们的衣物上面 但是呢 侠不掩喻 这样的方法呢 对于治疗足选呢 治疗这个皮肤的夏季的皮炎湿疹 是有比较好的效果的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 它的这个夏天的时候 这个脚趾头缝啊 这个地方会有很多的汗液 汗液凹着以后呢 我们这个脚缝又病得很紧的时候 这个脚缝就会发白 是吧 我们在医学上呢 把它叫做禁字 它发白以后呢 它里面就有很多的菌 在这个地方去生长 就更容易出现禁字性的皮炎和足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单纯的用黄莲素溶液去施肤 还是不够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个原汁原味的效仿 老祖宗的办法 用把黄莲盐成细粉 撒在这个角质的缝当中 或者没有黄莲 我们简便的办法 就是把我们的黄莲素片 给它盐成细粉 把它撒在这个脚趾头缝当中 然后可以用布把它隔开 也可以穿五指分开的这种袜子 这样子呢 这个脚让它透气 而且呢 黄莲素粉一举 还可以吸收汗液 我们这个禁字性的皮炎 和这种禁字性的足选 就能够更好地得到皮肤的护力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 ?